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编蓝欢迎来到民众阵线 那么我们这一集我们接着来关注俄乌这边的局势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有必要来说一说 因为莫斯科音乐厅事件以后 整个俄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态度呢 已经发生了这个范天赋的变化 那二号人物呢 前总统现在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也是展示了一张新的地图的一张概念 就是乌克兰的二十一个州全部要吞并掉 那么这是具体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等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在恐袭发生以后 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的大规模的这一种空袭 它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 而且还有一次这一次的恐袭到底是谁策划的 虽然我们一直都讲这一看 就是美国英国等情报机构搞的 那具体是哪个情报机构 是CIA还是英国军情六处 那么我们也要讲究一个证据链 我们要讲究一个证据链 虽然说我们不能像西方那样子 双口就来 但是呢 我们也是要讲究实事求是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吧 这个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退休的上校 安德里·普利斯·佩什金深度解析 克罗库斯恐怖袭击 这次袭击绝非小打小闹 背后至少有20至25人的庞大团队 新闻中只曝光了执行者 其实有更多人在背后默默付出 地形侦查技术文档研究武器准备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就是符合英美情报机构 圈养的这些恐怖分子的特点 包括基地组织 就是叫阿尔奎达 还有伊斯兰国 巴格达底本身就是 从基地组织里面出去的 基地组织本身就是 希拉里他们扶植 就是一直以来资助的扶植的 你现在看到没有 大家想现在全世界还有基地组织 这的恐怖袭击吗 还有基地织这个组织吗 大部分从来已经变成伊斯兰国了 就像这个俄罗斯的扎哈罗瓦讲的 这个伊斯兰国怎么从来不反对美国 怎么老是针对美国的敌人 在进行搞恐怖袭击 对吧 针对伊朗搞 针对叙利亚搞 针对阿富汗搞 针对俄罗斯搞 而且我说过 我之前已经讲过 他们训练就包括地图叛徒 叛徒 所以看地形图 看地形图 因为因为你这个 他们你看 有丰富的强大的野外生存能力 他们跑着就往树林里面跑 什么地方有树林 整个逃跑的路线 怎么去 怎么干 干完以后怎么跑 非常的心思缜密的 已经就还差一步 就直接能跑到乌克兰了 你看这么牛逼 他每一个环节 这从俄罗斯这边 莫斯科逃到乌克兰 这一路的整 任何一个细节 哪里安保强 哪里安保弱 啊 这个地形是怎么样的 哪条路该怎么走 啊 是不是有滤波路段 啊 这个红绿灯 啊 闯了 啊 对吧 车轮量哪里大 哪里少 这整个一条路线 他摸的门清 啊 技术文档的研究 对吧 啊 制作那些假护照 啊 假镇啊 这些东西 武器准备啊 这些武器是怎么准备的 啊 这是非常专业的 庞大的一个团伙干的 他们只是执行者 有策划者 接应的 提供情报的 整个一套流程 协计准备的如此周密 绝非一颗手榴弹 或一瓶燃烧 燃料所造成 很可能还有一蓝材料 被放置 多处纵火 技术性强 绝非小事情 啊 对吧 而且就是整个活动 如此周密 是不是视线已经在这里面 啊 放了很多一蓝一爆物了 啊 这个彩点 踩的是相当到位的 有没有这个内鬼啊 啊 有没有这些内部的这些 这些敌人 俄罗斯内部敌人还不少了 所以我也说 我说普京有的时候 就是权力欲过大 你说在这些时候 你啊 知大国如烹小仙 啊 这个 这个话 是没错的 啊 这个话 雍正王朝里面通过 我也讲的 包括那个 像 这个大明王朝 这个 啊 这个严嵩 也讲过类似 类似这种话 因为这两个人 他都是奸 奸臣嘛 但人家奸臣 有奸臣的一套 对吧 知大国如烹小仙 哪能像你这么 啊 这么 这么是搞的 尤其在这个时候 不要过多制造内部敌人 啊 本身你这个黄俄 对你普京的这个 希腊维克集团就不满 你还要去打击 这些斯特列科夫 这些人啊 又要去打击自由派 啊 自由派 你持续性的削弱它是可以 但也不能操之过激 直接把人家头给给 把人家头子给干死了 是吧 然后还有这个斯特列科夫 你把人家投进大狱里面去 你要善用这种黄俄 但是你看你 把黄俄 很多年去参加了瓦格纳 你把人家现在给 给出之而后快了 你不停的通过乌克兰战争 在肃清你的内部政治敌人 这个我认为说 暂时性做的有点不符合时宜 啊 所以你有点太 就是说太麻痹大意了 所以你才会安保 如此松险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有点太狂了 啊 这个我觉得 是确实普京是有 是有责任的 他应该担责任的 俄罗斯发生如此的恐怖袭击事件 对吧 你还在那边 有一点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 让我有点看不惯 就是你还在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还要不忘叫记者来 你的办公室里来拍 来拍摄 说你在遇到这个紧急情况的时候 你在这里打电话 在这里处理 你的眉头紧锁 在这里写文件 在这里处理 啊 下达命令 随时汇报 这个我有 我个人感觉啊 有点角楼造作了 就是 你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身边随时随地会有这样的 拍摄的这样的能源 在身边吗 我觉得这有点过于 有点 普京有点过于 有点装逼 就是这个人有点 因为普京 他是天秤座 我也是天秤座 我们天秤座的人 有一个缺点 就是自恋 啊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自恋 啊 我觉得普京 而且我是靠近 啊 十月下半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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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天秤座 啊 我其实 所以我的水星 跟火星 是天 是在天蝎座 所以我 比较天蝎翼一点 啊 就是 但像普京 他十月七号的 他属于纯种天秤座 啊 九月份的天秤座 可能沾点 处女座的属性 但他是 典型的天秤座 就是比较自恋 啊 所以你看到没有 那整个的现场 还拿那个笔 我就 这有点太过于自恋了 啊 你是给大家看到 你是在处理这个事 你是在办事 但是你出现 这样紧急的世界的时候 你还有心思 拍这种东西 我个人感觉 有意 这个 这个 这个其实是提出批评的 执行者们 肯定受过培训 或许还参与过战斗 在乌克兰 中亚或巴勒斯坦 也有可能 啊 一般人 即使在药物影响下 也无法如此的冷静 也就是说 这些人 他们是 就是说 受过培训的 还参加过实战 肯定有过实战经验 这些人肯定是 正儿八年的武装战斗人员 正儿八年 经常杀过人 杀人 杀人就是不眨眼的人 这种人 在这里我要提醒一点啊 我当年去法外的时候 法外的那些 那些谢府 就那些 啊 教官 我当时就有点震惊了 我在我们中国军队里面 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 我在法外我看到了 那一个一个一个教官 眼睛都他妈的像恶魔一样的 就是那眼神很犀利 很 整个人都很有性张力 他们长得可能都不怎么帅 啊 有各种各样的人种 和这个肤色的人 长得可能不怎么帅 长得一般般 但是很有男性的性魅力 荷尔蒙爆棚那种 就是那个眼神 贼犀利 像老鹰一样的 啊 而且就是说很 洞察力非常强 啊 眼神非常的有有神 这些这些谢府 基本上都以前在法国这些殖民地 都是参加过战斗杀过人的 他整个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杀气腾腾的 那眼神很犀利的 而而我们那时候当兵时候 那部队里的军官 那都大富翩翩的啊 就是整个眼睛里想的 都是一些怎么样 贪污腐败的一些事情 他不是 他说 所以我就在说 你看看人家见过血的 跟没见过血的 军人 他完全是两个概念 啊 所以我说过 我们中国现在缺乏 这样的军官 啊 要要见 要见 见血 所以我说过 香港那次黑豹 没有派武警部队过去镇压 其实是个失策 因为你没有 没有让 其实让他们这些人 渐渐血 把武警部队这些人 渐渐血以后 你甚至可以把一些解放军 一些一些指挥官 尤其东部战区一些指挥官 啊 什么什么少校了 中校了 什么上尉了 啊 这种连长排长 把他们编到武警里面去 到香港去 去镇压镇压 杀一杀这些黑豹 让他们 你杀过人 跟你没杀过人 不一样的 你那妈那枪 啪 崩 崩他 啊 或者他们执行这个 这个这个枪决 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 让这些解放军指挥官过来 这就是要打仗打台湾的这些 来执行死刑 给他们吃枪子 你要你必须要要要见血 手上必须要要沾血 你这样的军人 你才是合格 你到时候 真的你现在别说什么训练 这那的牛逼哄哄的 真的上了战场 你你那个看到那个血 一闻血腥味 可能你都呕吐都来 都都会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 要去渐渐血了 包括现在对很多贪官污吏 都不处决掉 你就是要把这些贪官污吏 啊 还有这些他妈的 这些这些 什么那些动不动 什么贪污几千万 这种人不应该抢决掉吗 在毛泽东时代的标准 这种人都应该被抢决掉 把他们都排成一排 让他们跪在这个炸药包上面 叫这个解放军 要去打台湾这些解放军 啊 拿了炸药包去去点 叫那个小兵 去去点炸药包 把他们通通给给炸死 这种才叫练打 才见识 你看你看你看那几个 我说实话啊 虽然说我是绝对是 谴责这种恐怖袭击 但是我觉得那几个枪手 从武装人员的角度上来讲 从他妈打枪的人员的角度上来讲 真他妈牛逼 这这四个货真牛逼 在现场非常冷静 啊 这顶级的这种杀手非常冷静 在现场这样子拿枪 啪啪啪这样打 没有什么跑 没有什么带连跑带蹦的 没有的 就这样啪啪打 然后进去啪啪啪打 进去啪啪啪打 走了以后非常冷静 作为一个军人来讲 作为一个战斗人员来讲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性质素质 当然他们是恶魔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 我们的军队当中需要锻炼出 培训出来这样的人 不然你在台海战场当中 你有这样的心态 你打那些草莓兵 你知道你都会 会让草莓兵胆寒 卧槽 你的解放军 怎么这么冷静 一路走一路强 都不带跑的 就像一个牛逼的拳击手 他出拳不会速度很快的 人家就慢慢悠悠的 慢慢悠悠的 就像跟你放慢动作一样的 这样来打你 打得你都没有挥拳余地 打得你都没有挥拳余地 他牛逼的 就限冲中他打架牛逼的人 他不是那种 下打的 没有的 就是一个勾拳 一个摆拳 速度很慢 像倒放慢动作一样的 你怎么攻击他 你速度再快攻击他 你打不到他 他这样给你一闪 你这样一闪 你这样一闪 你干嘛打不了他 他就很冷静这样打你 他们的目标明确 制造最大伤亡 制造最大恐慌 让世界震惊 纵火浪 硝烟弥漫 人们惊慌失措 尖叫连连 对他们来说 死法不重要 画面越恐怖越好 这他妈是事实 被拘留者与伊斯兰国无关 他们被抓回立刻承认 伊斯兰国的手法通常是 自杀式炸弹 爆炸 劫持 这里的战术风格完全不同 我猜测 这次袭击背后的 西方情报机构的影子 策划资助执行 一起呵成 英国军情六出 一直在中亚 东南亚搞风搞雨 现在更想激化矛盾 让东正教徒 与穆斯林 俄罗斯林 与塔吉克能对立 是他妈事实 我说过 英国是头号 他妈的反 英国 大家知道 我们虽然看美国 怎么怎么样 美国怎么样 但是其实说句实在话 美国的CIA 还不如英国军情六出 美国CIA 经常他妈的吃瘪 他们经常在 办公室里面打电脑的 而且总想着赚钱 但英国军情六出 他是一直以来 都很邪恶的 英国人是最大的脚石棍 他们是最敌对 这个俄罗斯的 也是非常敌对中国的 你见过 美国的外交部门 说过 说要把航母 开进台海吧 但是英国 一直在讲 要把航母 开进台海 当时统一战争的时候 毛泽东要过疆的时候 就是英国人派 紫石英号进来 长江来横征 美国人 他没有派 因为这个 他们的思路是不要 因为你要知道 昂萨 昂萨是这样的 昂萨英国是总部 伦敦是总部 不是美 美国是总部 这一点 我们不要混淆了 虽然说英国 现在实力下降了 但是英国 他出这种主意 他就像一个垂死的 一个 昂萨世界 一个垂死的 一个 就像那个指环 指环王里面 啊 那个 垂死的 那个老国王一样的 啊 他们 英国就像那样的 但他 极度阴邪 非常的阴邪 啊 CIA 就是什么 民企被炒作的 太大了 但他们失败了 多少次 但是英国军情 六处 他确实实打实的 在搞你这些 啊 东南亚的事情 包括中亚这些地方 有大量的英国的 这些谍报人员 在这里活动 所以我说过 我们中国也要派 大量的谍报人员 去活动 针对他们的恐怖袭击 要搞 针对他们的 他妈破坏行动 要搞 你不能老是说 不干涉他国内阵 在这里我们待着 他们一直在针对 策划我 对我们的这个恐怖袭击 啊 我 我们中国人 现在在海外 其实属于很危险的 属于高度被袭击的对象 你看在巴基斯坦 发生多少次 针对中国的工程师 中国公民的恐袭 爆恐事件 我们的情报人员 也要在海外活动了 我们也要输出革命了 啊 所以说 这一次 俄罗斯的这个事件啊 包括 那个梅德维杰夫说的那个事 我下一集再说 这个时间有限 我们就先说这么多 啊 所以说这个背后 他就是希望 尤其是 这个老情报员 老克格勃直接就说了 这个英国军情六处的可能性 是最最大的 他整个一起合身 英国是 最那个 最 在欧战当中 最那个反俄的 啊 也最反 最反华的啊 就英国 啊 昂油混合体的大本营 是在英国伦敦啊 啊 在金融城 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 美国他妈只是个分支机构 啊 好吧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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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